这就是基于我们对灵魂的认知 一个人生命的结束之后 灵魂何去何从 灵到底是怎么回事 魂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灵魂就是一个东西 那么佛法中讲的神识又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魂飞魄散魄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死了以后到底去哪了 我们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 如果有下一世 我们怎么又去投胎了 所以这些灵魂的教育 就是关于生命的十项的教育 但是真正能把它讲清楚的 很少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和空间 我们开启这个灵魂认知 灵魂觉醒的这个生死大事 揭秘这样的一个课程 所以我相信大家 把这个课程学透学细 学明了了之后 会彻底的改变 改变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对这个宇宙的认知 对自我生命历程的认知 那么重新给自己设计一套 应该使用的生命升华 灵魂升华的软件 安排一个全新的人生 开启一个全新的灵魂升华的 这么一个历程 这就是师父们安排 在这个特殊时空中 借着这大家都在面对着 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时机 来给大家宣讲这一堂课程 这是一个全新的课程 虽然我们之前 这个关于灵魂课程 零零星星的也都讲 但是我们这次拿出三十多个小时 如果讲不完 可能是四十五个小时 一堂课三个小时 要讲十五讲 可能能讲完 不管多少讲 我们要细细的讲 这个用现代的语言 让现代人真正明了 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 今天本来是要收费的人才能听 这个我跟工作人员安排 还开一个公开课 这第二讲还公开开给大家 那大家要耐心听 可能我们这个课程要延长到十五讲 因为太多内容 大家都很陌生 我们不厌其烦的 不厌其戏的 这个唯大于其戏 一点一点的让大家明白一点 正确每一堂课 哪怕你们能明白一点 你有十五讲 也就明白了十五点 也应该就大吃大悟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意思 aquí就能不能уб ум 但是听 unfortunately 我们在纪念onic痛 那么听我们发 rings 这两个字符 imposed要稳照 正确大投了 曲千代 珍珍珍珍